大家好,我是LV三寶媽咪 今天是暑假的第一天 我們要來做一件很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我要帶三寶們去環保進階 一起去吧 今天會想到孩子做這個活動 是因為受了台客劇場導演的影響 她的每一次環保影片都讓我很感動 也讓我反省自己曾經有一次在孩子面前 因為晨晨亂撿垃圾 當場我大喊快點把垃圾丟掉髒髒 但我卻沒有把那個垃圾撿起來丟去垃圾桶 其實該改變的是我們 我們應該以身作則給孩子看 讓孩子知道不亂丟垃圾 一起愛護我們做的土地 三寶們一路都很熱情的撿著 然後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一路上淹地與垃圾真的多太多 小孩子問我一句 把淹地帶回家很難嗎 其實我也很想問問 這樣真的很難嗎 來,小朋友的花圃這邊我們把它撿乾淨吧 我們給大樹一個舒服的生長環境好不好 大樹我愛你喔 小朋友的魚 好,這邊吧 小朋友的大樹 小朋友的小朋友的一種 小朋友的大樹 捡捡捡捡捡到了学校 对不对 那一路上面你们觉得 看到最多的是什么垃圾 烟地 烟地 你觉得烟地 什么地方你觉得最多 烟地在树上 或是有些那个 花盆 花盆跟树下的时候最多 还有嘞 西西你刚刚看到烟地哪里最多 我们学校的路上 学校的路上 排水沟 对排水沟真的好多 那你们要更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排水沟如果把烟地丢下去 会有什么情形发生 会造成那个海水的物件 而且有些海水动物 它们没办法 在上面吃的 那是能吃的还是不能吃的 然后那它们就把它吃掉之后 那如果掉出那种 就可能就吃下去 我们也会把 多的地球 哇真的没有错就是这样子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烟地丢到排水沟里面的话 它会顺着大海 顺着水沟流到大海里面去 这样鱼吃了那些烟地之后对身体不好 我们吃了鱼我们身体也会不好对不对 解析那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 你觉得要跟大家说要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地球会比较好 要跟他们说不能把垃圾丢到地下里去 还有呢看到垃圾就要怎样 捡起来 跟他捡起来 如果没有人丢垃圾 就不会有垃圾在地下了对不对 对 那你今天捡了很多吗 我捡了一百个烟地 真的喔这么多 真的喔 那你要不要跟会抽烟的叔叔阿姨说什么 请叔叔阿姨把烟地带走 今天的环保运动非常的成功 我带着孩子们一起从家里到学校 然后呢一路上呢捡了很多很多的垃圾 但可能是早上呢我觉得有青道夫有少过 有叔叔阿姨少过的关系 所以其实垃圾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多 但是真的好多好多好多的沿地 我们透过这件事情也是告诉小朋友 如果可以今天手上的垃圾 请你不要随意乱丢 如果可以我们把它带回家 或者是就近的垃圾桶丢掉 希望呢有我们以身作折 然后呢我相信未来十年后 我们的环境会因为这些孩子的改变而变得更好 只要垃圾不落地 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环保就踏出第一步了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分享 订阅我的频道 旁边有小铃铛 还不会漏接任何的讯息跟影片哦 Vlog下次见 拜拜 别忘了最后 解完垃圾之后还要做分类的动作 事情 别忘了 记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